很多的时候,大家觉得好象组合发展的优势要更加的明显一些,毕竟多一种类型就多一种受众群。 尤其是在南韩,其实偶像组合的成绩运作要远比solo歌手要好得多。 但是也有比较特别的,像是大家常说的因缘大物,像是那些能唱能跳会创作的solo女歌手,一个个的实力真的很恐怖了。 真的必须要放在第一位的,看到好多家回归的时候如果刚好他发歌,就会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感。 因为这位不说其他的,因缘成绩真的就没有差过的感觉。 而且国民度也很高,基本就是即便不是粉丝,也会去听他的歌的程度,重点是自己创作的部分也是很多的,真的是才女的类型了。 不知道别的,但最起码这个名字 只靠着歌手就征服了很多人的歌手啊。 很喜欢他站在台上安静地唱歌的时候,美好又有气场的感觉。 其实很多的solo歌手都是有着相当明显的个人的风格的,这位姐姐的风格真的是很特别,但也真的很好听的感觉,而且姐姐能力超强,包揽了作词作曲。 还很喜欢姐姐的拍照风格,虽然国内的大家好像不是很熟悉,但是这位也是著名的姻缘大物了,不过实力认证。 这位应该很多人都是知道的,毕竟是101出身的啊,实力超强。 限定组合结束之后,就solo出道了,虽然现在还不是大爆的程度,但是感觉还是相当的能打的。 算是同期里面的成绩和业务水平都在上位圈的存在了,可以期待以后的发展的啊。